长城品牌呢是皮卡圈的大哥大销量冠军长城品牌应该怎么选呢 从高往低来说全尺寸的超级XR炮预计2022年的年底才上 能等的话一定选他3.0T的涡轮增压9AT的变速箱 它就是国产的猛琴和弹图 价格只要进口的一板还不到适合高端精英的皮卡玩家 然后是黑蛋长城和运量的小单元定制改装款合法改装生物 逼格爆棚性能爆棚只是要注意小专手续不是每个地方都认30年 购买钱一定要认好当地的车款说 喜欢越野喜欢玩的朋友需要选那个越野炮 不到20万有三个版本能选 单骑逼真百路持续轮胎脚盘涉水猴厂家全体你改好了 三把锅躺个条头如行螺丝胚子多到讲端 上的厅堂下的工地还能玩的你就选一个成用炮 性价比很好后悬挂没有钢板开的就像SUV一样舒服 顶配的也只不过15万多偏向工作和干活的你就选桑用炮 后面是钢板能跑能拉偶尔也能玩玩 笔炮便宜点的可以考虑等等刚刚出的金刚炮刚发布 估计明年初就上市了笔炮便宜又酷又帅 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和炮都一样 但是看着笔炮还爷们就十一二万值得等 十万块钱的预算呀肯定你就选风俊了 它是长城家的王牌产品创业干活拉货特别好用 其他的小众品牌也很多像旅居炮呀机车炮呀等等等等 啥心也不干只想玩越野就选这个屏幕里的火炮 介绍了这么多哪一款最合适你知道了吗